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季老登先生第一个爆料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无望 由李克强接任以后 这个目前尚未知真假的消息 迅速的进行了出口转对销 在国内引起了轩然的大波 许多的人都在私下里议认 我在国内的朋友 特别是我到美国以后 有好多从来没有联系过的朋友 也来问我这件事情 说实话 我是没有这个能力 证明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我建议我的朋友们 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可能会得出一些结论 这些结论应该是基本靠谱的 我们首先看看美国政府的反应 美国的习近平轴心法 没有按照以往美国政府的时间规律 有总统签字生效 也就是说没有在之前预定的时间内 走到程序的内部 另外布林肯关于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的报告 也找了一个奥米克隆的阳性的理由 推迟发表了 这个就说明美国可能已经获得了某些情报 等到王岐山参加完韩国新总统就职仪式 以中方沟通以后 可能再行决定了 从国内的权威媒体上观察 习近平出现的次数与位置 中共领导人出现在权威媒体上的次数和位置排名 通过观察这个就能知道中共内部斗争的情欲表 这个是女士不爽的 这里老猪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当年有一个在监狱里的劳改的教授 他告诉他的典狱长 林彪出事了 他劝典狱长把挂在办公室的林副主席的画像取下来 那个时候林彪摔死在温度尔汉的事情 还没有传达到省部的一级 这个劳改犯居然敢口出反动的言论 监狱的领导准备报材料给他加刑 但材料还没有准备好 文件精神下来了 林彪成了反革命集团 好奇的典狱长问他是如何知道的 他说 他从监狱里组织犯人学习的人民日报上看出来了 人民日报上连续两次林彪缺席了重要的场所的出现 并且并没有说明林彪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出访国外 那就说明明彪肯定出事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天看看人民日报 看看新闻联播还是有好处的 可以一探中共内斗的风向 老登先生报料上说中共的常委 以习近平达成了16字的协议 提前交权 到站下车 过度平稳 不追责任 这16个字非常符合当今的形式 以中共各派的共同的愿望 习近平上海10年以来都离不开江派的辅佐与引导 不然以习近平的月底以财时 他怎么可能拿下周永康 徐才厚 薄熙来 令计划 他们当初的任何一个人 在官场的根基都比习近平要深厚 手段要比习近平高明的多 而今 习近平的病毒清零命动过于激烈 民怨沸腾 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大乱 以俄罗斯结盟导致欧美等国家要祭出最严厉的手段 这对中国这些权贵来说 可是泰山压底的巨大压力 再不制止习近平的不知己见 中共政权将以他们的财富一起灰飞烟灭 所以各派联手 对付习近平 这就在常理之中 我们看看习近平的之江新军 除了拍马屁 有哪个是能够赌党里面的人人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王岐山 又搞掉了他的大秘和学生 那王岐山还会效忠吗 不趁机拿下习近平 难道王岐山想成为习近平的刀下鬼吗 我们看到历见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下台 也不是非要流血非要死人的 当初的华国锋 赵紫阳 胡耀邦 都是在不伤中共元气 不引起全国内外的情况下 被赶下台的 熟悉中共 熟悉中共官场的人都知道 老邓先生的爆料 常委以习近平的16日子协议 更符合中共权贵各个方面的利益 是习近平以各派的一种最好的平衡 这两天有个视频 王岐山代表中央去参加韩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 他在跟韩国的前总统文在寅谈话的时候 说了三个他 没有一句总书记 国家主席 轻略的称他他他三个他 后来证明这个视频是经过剪辑的 但是你从真实的视频中 你也无法看出 王岐山没有轻蔑习近平的意思 老邓认为 就算这个视频是反习势力剪辑的 他也没错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 要想夺取一个政权 先造舆论 那是非常正常的 当初的陈胜吴广起义 不是也先造了一个谣言吗 李志诚起义不是也编了一个童谣 打开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了不落梁吗 共产党在延安时期 不是也编了一首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声 中国出来的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服务 他是人民的大揪心 这不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吗 所以我认为 无论习近平是否在二十大之后继续连任 起码这些消息能够让我们看到 中国并不是只有拥护习近平这一种声音 至于说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反扑 二十大前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血雨腥风 这个也不是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左右得了的 反正咱们只管摆好小板凳 我们看就行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 不要因为国内的权威媒体还保留着习近平的头像 或者是讲话 只是就说这消息是假的 更不要因为消息是别人先说 而不是你先说 就说人家是听床师 各有各的渠道 信不信有你自己 共青团一百年的年轻 有人说习近平要出来讲话 因此怀疑上面所说的消息的真实性 那么请问 你不让习近平这个总书记出来讲话 你让申村南申老太婆出来讲话 那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只要充分的领会这十六字的协议 一切都能够解释得通 我在深圳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 最近台里面是口头通知 第一少歌功颂德 第二不要提反美 什么时候再提要等通知 综合这些迹象我认为 风下真是有点变了 虽然天还是共产党的天 但只要老百姓少一点折腾 那总是好事了 当然习近平的最后结局要等到二十大以后 但目前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你说他是谣言也好 欲言也罢 他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内 以核爆的速度传播 起码证明了人心向背 说明了民意 让那些还排算着要抱习近平大腿的上位 还厚言无耻的 用当初歌功颂德毛泽东的那一套 来歌颂习近平的人多少收敛一点 让那些残酷的对待百姓的官僚们 走狗们多少胆寒一点 我们发现 越来越多的消息证明 老邓所讲的并非是空穴来风 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聊完了好消息 老猪在野朋友们聊一个真真正正的坏消息 这两天看到几则新闻 现在有些地方在农田里安装了摄像头 防止农民下地干活 有的农民要凭证才能下地 有的地方的农民只能在晚上半夜 打着手电筒去干活 有不少的农民将尚未成熟的青苗收割了以后 去卫生口 这一系列的反常和整个世界的大环境的恶化 预示着中国即将迎来大饥荒 朋友们都知道 根据中国海关公开数据 2020年粮食进口比2020年增加了28% 这就意味着中国粮食自给率在年年下降 如果中国的粮食充足 那就不会有28%的进口增长了 习近平最近去三亚考察时又再次强调粮食问题 特别是种子问题 共产党一贯是什么缺 他就强调什么 强调粮食问题 那就肯定是粮食出了大问题了 中国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来进口粮食 习近平的亲民政策导致中国的经济快速的下滑 粮食进口必定会受其影响 农民不能种地也不愿意种地 在世界方面 俄欧战争对乌克兰这个产粮大国的重创 中国过去每年从乌克兰进口的玉米 就占国内需求的三成 现在这条线就完全断了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重创 中国从外国进口的粮食 仅运费就增加了41% 受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飞涨 供应紧张和消费需求强劲的影响 美国三月份同比通胀率飙升到了8.5% 创下了40年来的最高就直接对美国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要知道我们中国是农民大国 不是农业大国 更不是产粮大国 2019年7月份开始了全国粮食大普查 至今没有公布粮食 是否能够让全国人民吃一年的喜序 2020年全国进口粮食1.4亿吨 一吨粮食大概能养活3到5个人 是养活不是吃饱 1.4亿吨大概是4.2亿人的粮食供应 如果事件缺粮 买不到或者是买不起1.4亿吨的粮食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是不是细思极口 1958年的全国大量钢铁全民除失害 全国粮食生产放过一新 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如今连续三年的折腾式的抗议 粉身碎骨也要清明的疯狂 以那几年是否是何其的相似呢 中国的几千年历史 总是不断的重复着灾难 而没有一次恶死人的灾难 不是人为造成的 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 如果由着习近平的性子折腾下去 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就一定会重演 到时候战火士气 饿瓢千里 受苦受难的还不是普通的百姓 所以尽管从感情上讲 老朱是希望习近平继续加速 直到把共产党带进坟墓 但理智上又希望习近平早日下台 让老百姓喘口气 让中国人少受一点罪 好朋友们 老朱说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每周礼拜二 礼拜五 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见 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 好朋友 好朋友 谢谢观看